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最近啊 听说了东边的邻居 他有一个消息 三个月之前 一位驻韩美军 可能是痛感落后腐朽的资本主义 所谓的自由世界已经无可救药 所以受到朝鲜白头山血统 英明主体思想的影响被感化 终于是有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借着到朝韩边境旅游的契机 突然越过了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 这是四十多年以来 第一位越境进入朝鲜的美国士兵 然而三个月之后 朝鲜当局又把这名士兵送到韩国 不知道未来迎接这位士兵的将是什么惩罚 是铁丝穿过锁骨啊 还是带回国全局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 朝鲜人跑到韩国啊 或者是跑到其他国家 这时有发生 而美国人跑到朝鲜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有据可查 其实自冷战以来 美国兵跑到朝鲜的只有六起 其中第一位叛逃的士兵 叫做德雷斯诺克 他的身世最为传奇 这哥们呢经历了非常非常不幸的童年 是一位孤儿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好不容易参军结婚 生活似乎是在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去前进 然而命运呢 就总喜欢开他的玩笑 他先后呢 被派到西德和韩国服役 那这都是冷战两大阵营啊 最前线 所以他是常年处于那种 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同时呢 因为结婚之后 常年在外 他妻子一个人在家呀 百无聊赖 所以就是给他做了好多顶什么 韭菜色啊 芹菜色啊 葱叶色的这些帽子 那自此啊 经过了这么多精神上的打击之后 德雷斯诺克呢 就开始摆烂 每天想方设法溜出军营 去找那些韩国姑娘 谈一段一两个小时的爱情 这次数一多 他就被宪兵队给抓了 然后就被告知 你要被送上军事法庭 那你这样说 逃亡一死 上法庭一死 等死 跑路可呼 当然了 也不能判他死刑 对吧 但是这判刑 敦监狱这实在没劲了 那我还是跑吧 所以呢 他再次发动专长 溜了出来 1962年 穿过雷区 跑到朝鲜 朝鲜方面大为震撼呢 是吧 我们在宣传里边 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啊 干美国 现在终于是 见着美国人了 是吧 不过他们没干他啊 没说拿他当美国啊 奏提顿出气 而是选择优待俘虏 是吧 安排德雷斯诺克 用高烟喇叭 向韩国一侧的美军士兵 宣传啊 自己每天在朝鲜的那种幸福生活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宣传攻势起了效果 随后的两年竟然又有三名士兵叛逃到朝鲜啊 德雷斯诺克和另外三名这个叛逃的士兵 他们的形象呢 就经常出现在朝鲜的报刊杂志上 用来宣传啊 这美国士兵在朝鲜过得非常幸福 然后吸引更多的士兵前来投诚 那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眼看着好几个士兵都叛逃了 驻韩美军 他也调整了相应的政策 比如说啊 要对前线的士兵进行那种政治倾向的审核 发现有叛逃可能的啊 发现是左派的 全部调离 那往后这好几年时间里 确实啊 他就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而那几位美军士兵长期留在朝鲜 虽然享受的都是朝鲜一等人啊 甚至于上等人的待遇 但是架不住的行动不自由啊 是吧 走到哪都有别动队啊 连上厕所啊都有别动队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是吧 另外这朝鲜呢 也是冷战最前线 你万一这南朝鲜逆贼匪帮打回来了怎么办 所以德雷斯诺克呀 和他其他这三个同伴一商量 咱们还是一起跑吧 啊 就跑到了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啊 寻找政治避难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苏联大使馆对此毫不理会 直接把他们又送还给了朝鲜政府 那这四个被朝鲜士兵接走之后 瑟瑟发抖啊 按照朝鲜的法律 这么回去是要铁丝穿锁骨 我是要被犬决的呀 所以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朝鲜方面呢 不计前嫌 并没有对他们处以极刑 反而是认为这几个美军士兵啊 是这个没有认真学习主体思想所致 所以这几个人呢 又被进行了激烈的再教育 然后是这次呢 改造的就是非常彻底 几年之后啊 就正式成为朝鲜共民了 那很快朝鲜人就发现了他们新的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 朝鲜的电影产业大发展 四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朝鲜的电影啊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做斗争啊 就是干美国是吧 很显然啊 你说让朝鲜人去演什么西方的大反派 你首先是在外貌上看 这就极度不合适 这几个难兄难弟呢 终于是你长的是美国人的脸呢 所以就有了派上用场的机会了 他们就成了反派专业户 先后出演了二十多部电影 到了晚年啊 他们也大部分人都留在朝鲜 只有一位叫詹金斯的士兵 他是2004年获准从朝鲜移居到日本 然后同年詹金斯到东京诸日美军基地 投案自首 以这个认罪 然后换取那些什么将级二等兵啊 开除军籍 然后三十天监禁的这些惩罚 人家剩下其他人都是在朝鲜终老了 而且在朝鲜都有后代 这些后代啊 外貌上长得跟美国人一模一样 都说着非常流利的朝鲜语 然后一再表示啊 要将终生啊 奉献给伟大的朝鲜领袖 只不过这是长相问题啊 还有这基因问题 他们呢是不允许去穿着朝鲜的民族服装的 因为一旦穿了的话 那就是在玷污伟大民族的服饰 对吧 所以无论什么场合 他们永远都是一身军装啊 或者是西装 驻韩美军逃到朝鲜的凤毛麟角 韩国士兵往朝鲜跑的 那可就太多了啊 冷战初期 朝鲜凭借着苏联的援助 经济大规模增长 史上千里马时代 那韩国呢 因为政府频繁的更迭 内斗政变 经济水平远逊于朝鲜 政治迫害还是有发生 所以冷战时期 真的不少士兵因为饥饿 因为迫害跑到北方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发生在1949年 由于朝韩分治的原因 韩国呀 对于北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是十分警惕 这种警惕逐渐蔓延到军中 韩国反谍报部门 对于国防军军官架构进行严查 就谨防地下党分子互入其中 那恰好呢 韩国国防军第六师两个营的营长 就是地下党 因此决定率领部下叛逃 1949年10月 他们就谎称外出训练 然后把部队拉出军营 随后是越过三发线 就直奔北方 这起行动啊 只有两个指挥官知道是怎么回事 底下士兵都是一脸蒙 经过这一夜的奔波 然后才发现 自己怎么就到了朝鲜境内了 是吧 然后还接受什么朝鲜人民军的鼓掌欢迎了 这是这啥情况 还还还送鲜花 等于说是糊里糊涂的啊 发现自个儿起义了 这时候有几个低级军官大乎不妙 因为他们原来是生活在北方的啊 属于富农阶级 怕被迫害才跑到南方 那现在回到北方 这不就是要遭到更大的迫害吗 对吧 你又是这个富农阶级 然后你现在又是啊 什么叛逃到南方的逆贼匪帮 你这buff叠满了 所以就怕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所以他们是带着士兵拼命往南跑 总算是这又跑进了韩国的境内 那这起事件呢 又被称作叫做春川逃亡 总统李承晚对此是大为震惊 没想到这北方的渗透远远超过自己想象了 而这也是后来朝鲜战争初期 韩国军队全面溃败的一大重要因素 因为被渗透成筛子了 那事后呢 李承晚开始了一次又一次 更加残酷的内部清洗 第六师的师长换成了时间不到30岁 此前只是日军少尉的金中武 在他的整顿之下 第六师大力推行思想建设 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其他的韩国军队刚才说了都一会千里 只有第六师在春川坚守了三天 因此又被称作叫做春川的磐石 同时在军队招募方面 李承晚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 北方逃亡的难民身上 因为这些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北方了 所以会更加卖力的服务于南方 在此后镇压游戏队的作战当中 这些人的战绩呢 也是被比其他南方士兵要强 在战争期间更是成为了韩国部队当中 战斗力最强的一股力量 那在千里马时代 朝鲜确实是民众向往的偏偿 现在呢形势倒转 朝鲜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地球人都知道 这时候还往那跑的话 要么是亡命毒 要么就是跟前面那几个美国兵一样 混得实在是人前狗袋去了 这才去的 至于说朝鲜人怎么对他们 朝鲜还能不能把他们当成国内的一等人 这个事啊 还请咱们拭目以待 好了 那关于这个美国士兵往朝鲜跑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